主料,五花肉五百克,鸡蛋十个,酵墨鱼一千五百克,辅料,老抽酱油,料酒,冰糖五汤勺,香叶四片,辣椒干两个,桂皮五克,八角一个,老醋十毫升,准备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一到两小时,先将墨鱼去皮,这皮其实像一层一,鸡蛋清洗外壳后,放入清水煮熟, 大约十五分钟左右,鸡蛋煮好后,只可用小刀在鸡蛋四周切开纹路,以便入味,五花肉在清水中煮出污污后,在清水中洗净,重新开始煮,在锅中倒入酱油,料酒,辣椒干,香叶,鬼皮,八角,和鸡蛋同煮,可加入适量老醋,让肉更容易煮烂 煮一小时后,放入洗净带用的小墨鱼,继续煮半小时,最后加入冰糖,将火开到最大,开始收干水分,起锅,烹饪技巧 糖不能走爆,会导致肉无法烧烂,没有冰糖可以用白砂糖代替,但色澤没有冰糖煮的效果好少量沉醋,有助于肉更粗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